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欢迎回来TheTraveler做首过客 我是明镜 OK 其实我待在这个VIP Discord来讲的话 已经是有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了 OK 那么其实是在大概一年前左右的时间的时候 我就在Discord VIP里面有担任了这个干部班长 OK 然后从那个时候走到现在来讲的话 基本上是已经有形成一套自己的一个交易系统的体系了 OK 叫交易系统的体系来讲的话 比如说我们会在市场上看了到Trading View里面 我们可以用的是有蛮多种指标嘛 比如说可能是Bollinger Band RSI MSCD这些啦 OK 那么讲回来这边来讲的话 我个人的这个交易系统的话呢 是主要指标会使用的就是MSCD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会去配合一些辅助指标 比如说Fibbo 就是可能Fibbo延展或者是Fibbo回调 然后再来的话是Pairage Channel 然后支撑阻力或者是一些图标形态 OK 这五种的这个交易指标来讲的话呢 就是让我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呢 去把它达成是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交易系统 然后主要Focus在的这个波段来讲的话呢 可能是这个可以说是中短线或者是中长线的交易 所以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来讲的话呢 基本上是持大波段的一个概念来的 OK 那么相比Tread for短线来讲的话呢 可能短线的盈利就没有我们这个持大波段的这个概念的这种盈利来讲的话 是稍微来的更多的 OK 那么等一下的话我就会带大家去看说 我之前有在近期的时候在VIP的Discord里面 有给到大家的一些价值是什么 OK 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个Anson的这个Discord VIP里面 OK 在目前来讲的话我们是在这个比特币的频道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是在之前的这个11月的6号的时候 我就有详细的去跟大家讲到说 OK 当时候在比特币的6小时已经是有出现了一个潜在的顶背里的情况 然后它的这个价位的点位区间来讲的话 基本上是已经有动到了蛮多一些不一样的点位区间 所以比如说我们是会用Fibo延展跟Fibo回调去找到我们的对应的那个进场的这个区间 OK 所以当时候来讲的话呢 基本上是在6小时已经是有看到有潜在的顶背里了的 好 那个时候的话我就有跟大家讲到说 OK 我就有给到一些Fibo的点位区间怎样去画 然后再来的话是这个主要的点位考虑就是21500 还有就是21850这样的一个区间 OK 所以那个时候来讲的话呢 基本上比如说我们再跳回这个6小时的盘面我们去做一个复盘 OK 当时候来讲的话呢 在价钱来讲的话你可以看到是价钱有形成了这个往上走的一个情况 然后它的这个MSCD来讲的话呢 基本上是在波峰这边它是稍微倾斜往下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signal来讲的话呢 我们是在MSCD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顶背里已经出现了的 OK 那个时候的话基本上是价钱是在这个区间的时候 然后再对应了一些其他的Fibo点位区间 然后我们就是有做了一张卡位的这个动作在21380左右啦 就是3位around 21500的区间 OK 因为我们是不管是我们在画支撑阻力 或者是说trend line都好啦我们都是会被损它是一个区间作为一个概念嘛 而不是单一的一个价钱 所以的话呢 那个时候我就有给到大家 这个21500的这个点位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再看回去的话基本上 它就是在around21200到21500的这个区间是有在那一边的 所以的话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 OK 我的那个P&L来讲的话呢 基本上是在OK这边 OK 那个时候来讲的话 基本上我目前的手上的这一张空单来讲的话 基本上是还是hold着的 OK 所以目前的价钱来已经是来到了 OK 现在的价钱是在16500多嘛 16587这边 但是我目前的这一张空单的话 基本上暂时性还是hold着 然后接下来的时候我就会去跟大家讲到说 我会用什么样的方式的操作跟什么样的信号去让我 再把这张单可能玩的去变得是更中长期 或者是去吃更大的波段这样的概念去把它继续hold下去这样子 OK 因为前提是我们在价位的区间来讲的话 已经是有这个就是价格优势了的 OK 价格优势来讲的话 基本上就是让我们去有一个很好的复合式操作的方式 去让我们操作单子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Safety Bean 我们可以使用的是可能PTP 可能Trotter 或者是做对冲 OK 这几种方式都是我们所谓的复合式操作来的 OK 好 在11月15号的时候呢 也就是大概是前两天的这个盘面啦 我就有跟大家讲到是在三小时的部分来讲的话 已经是有一些可能就是Fibo的一个下跌 小波段下跌的顺势回调 然后让我们再找到有一个看空的点位 OK 这个是我在前两天的时候有给到大家的一个行情 signal来的 然后再来的东西是同样在三小时这边 如果价钱当时候它有走的更高的情况来讲的话 我们是会M就是大概在19100到19500那边去 同样是M空单的 因为我们在使用Fibo回调的时候 肯定是一波下跌之后的顺势回调 然后我们再去找到对应的点位去让我们做空嘛 OK 这个是前两天有update到给大家的 OK 好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到目前的这个档下的这个盘面啦 OK 那我们是在刚刚的这个 讲到吗 六小时之后我们就在高位的这边进场 然后现在是价钱已经是一波下跌之后 OK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波的利润来讲的话呢 OK 比如说这边到这边所以 接近大概22.2个% 然后我们乘以100倍来讲的话 我们的PNL就是大概是2200多%这样子啦 OK 所以刚刚的那一个截图来讲的话 基本上是算是一个Valid的图 因为我目前还是有hold着这个单子的 OK 那接下来来讲的话呢 我们就会先关注的就是在3小时的部分了 OK 所以3小时来讲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在观察这个MSCD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从这个MSCD的这个破零的这个区间开始看 OK 就是我们所谓的 呃 橙色线蓝色线刚开始破零之后 OK 我们就开始看这一个波股嘛 OK 这个是我们所谓的走的第一个波股之后呢 它再开启一个反抽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个反抽来讲的话呢 比如说啦 它要形成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底背离来讲的话呢 OK 比如说在这边的话 这个波股 它可能是走到这边开始走拐弯来讲的话呢 好 价钱的话同样 比如说现在价钱是在 呃 还是在这个上方嘛 所以它是有来到了这个红色线的一个EMA的参数的这个区间 所以它是形成了一个阶段性的呃 支撑阻力的概念 因为它是呃 浮动性的嘛 所以同样配合MSCD的这个零周来讲的话呢 同样它就是起到了一个支撑阻力的一个效用来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是3小时的这个MSCD 它走了一个波股之后 它回到零周 OK 零周这边如果它不能往上突破零周来讲的话 它在开启一个反抽下跌 那么我们在价钱的行情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去看说 OK 它下到哪一些对应的点位区间的时候 我们可以考虑说在3小时出debate里 可能我们就可以去进到我们想要的一个多单的情况 那么我目前手上的话可能是我有这个空单嘛 所以可能价钱在下到下方来讲的话呢 我可能就在对应当时候有出一些信号的话 OK 这样子我可能就会去把它做一个对从 Either是我做PTP Partial Take Profit 或者是我可能会把我原本的这个空单 这个止损来讲的话 我可能就会找一些对应的 Safety Pin的点位去把它设置好 所以我们价钱在往上突破上涨的时候 如果我们tapsuit它不小心就是hit到我们的Safety Pin的话 我们最后还是不会输钱 我们是会at safety pin就是可能小赚离场 OK 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 接下来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在价钱的这一边 如果它继续下跌的话 OK 比如说我们要讲去探索它接下来可能跌到更低的价位是哪里 OK 比如说我们拉这边的Fibo OK 低点是在这边嘛 OK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在拉着这个Fibo嘛 就是我们从这个低点开始拉 然后上方的这个高点的话呢 去做一个低点高点的一个连接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Fibo延展的话呢 基本上是从这边低点然后到这边它反弹来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Fibo 1.382 还有就是这个Fibo 1.018的区间 OK 所以的话是在这两个参数的区间的时候 我们就是所谓的这个Fibo延展 那么如果是说价钱一波直接来到这一边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 OK 同样的我们再看回我们的这个MSCD的这个信号来讲的话呢 OK 价钱就是会有一个lower low的情况嘛 所以lower low来讲的话价钱就是偏往下 然后同样的是在MSCD的这个波股来讲的话呢 它的第二个波股 它没有超过第一个波股的这个低点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就是把它连成是往上连 OK 就是价钱有lower low往下 但是波股来讲的话它是倾斜往上的 OK 这样的一个信号出现的话呢 就给到我们一个signal是说 OK 在三小时来讲的话已经是有走出一个 debate里的一个情况了 OK 好 就是我个人就会关注在目前的这个 13800到14000多的这个区间 如果是接下来过几天的时间如果 对应到它有出这样的signal 我会第一时间的在discord的VIP里面的channel里面去做update OK 所以比如说我们在discord这边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有一个明显的交易 OK 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之后会把 anything很重要的东西 我看到的信号或者是我看到的一些行情 OK 需要大家去注意的我就会anything把它 就是keep在这个channel里面 OK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想要学习的话 你们可以加入这个ansom的这个VIP的discord好不好 好 那我们就是在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先讲回这个三小时的这个盘面 OK 所以对应的点位来讲的话 基本上我也是已经有给到大家了的 OK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来讲的话呢 比如说现在的是OK 可能我会拿一个比较大的区间 OK 我会带大家看一下说就是 这个比较大大个格子的这个呃 橙色的格子 OK 怎样去画到这个 Fibo延展是在那个地方 OK 比如说我们从这边画到这边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是 我拿的就是之前的这个六月的对应的低点 然后再配合就是呃 8月15号左右那个高点 OK 你连上去之后呢 从这边连到这边 所以 它对应的Fibo延展的区间就是在这边 OK Fibo 1.38跟这边 Fibo 1.68 所以是这两个区间是这样的一个方式的由来 OK 所以同样的对应点位是1470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13000左右这样的一个区间 好 再来的话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浅蓝色的这个trend line咯 OK 浅蓝色的trend line来讲的话呢 基本上是拿这边的低点 OK 两个点位去对应了 然后我们连成一线 然后在下方来讲的话基本上是 同样对应的是在刚刚的这个区间 如果是说接下来的这个3小时的盘面 如果它有去到对应的点位的话 我们可能在下方会做一些动作这样子 OK 我会第一时间会在Discord VIP那边去 马上update大家这样子啦 OK 好 这个就是 for目前比特币走着的一个行情的走势 好 那么讲回来就是 我个人的一个情况在 分析当下的一个全新的一个盘面的时候呢 第一点呢 我就会先就是把 OK 4小时或者是1小时的这一些 平行支撑阻力先把它给画出来先 OK 所以在盘面上你可以看到就是 这些蓝色线的部分都是一些4小时的支撑阻力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黄色线的话可以讲是1小时的支撑阻力 然后再配合就是成色线的这个parallel channel OK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这个浅蓝色线的就是我们的trend line OK 所以你把这些盘面上对应的点位 这些画法都已经把它给画出来了之后呢 你在对比图这个MSCD的这些走势 或者是时间级别的配合的应用来讲的话 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到当下的这个比特币盘面 是一个怎样很clear的一个direction了的 OK 好 那从我个人的这个交易方式来讲的话呢 基本上我在每次分析的一个全新的盘面 我就先把这些东西给画好之后呢 我就会马上跳到的就是这个周图的一个情况 OK 所以因为我个人的交易系统来讲的话 是比较偏向好像中短或中长线嘛 所以我个人会偏向更倾向于看大时间级别 OK 我们所谓的大时间级别来讲的话 可能就是从12小时开始到后面的时间都可以算是大时间级别 OK OK 好 那我们在这个周图来讲的话呢 同样我们会先观察的就是MSCD啦 好 比如说我们在MSCD的话是从这个去年的 不是去年的就是今年的这个2月 今年的2月7号这边开始破零嘛 OK 这边破零之后呢 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到 MSCD从零周开始它慢慢就是走这个远离零周的情况 OK 远离零周之后呢 这个波股来讲的话基本上它是on the way to 要回到MSCD的零周 OK 它其实是稍微是往上走嘛 但是你可以看到是在周图的这个价钱来讲的话 为什么有人会问我说 这边有一根大根的这个红色的蜡烛 然后你在这边你跟我讲说MSCD会往上回零周 OK 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呢 基本上它就是有连贯性到一些可能前面的时间级别 作为一个我们所谓轮动关系的一个概念 OK 好 比如说我们正常的一个MSCD的一个行情就是 它从破零开始到回零 我们所谓MSCD回零周来讲的话 基本上就是算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阶段来的嘛 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在周图这边呢 基本上它暂时性是回零周还有一个相对应的一个区间在那边 OK 这样子的话我们要去观察说 OK 接下来这个行情来讲的话 如果周图要回零周来讲的话 我们是需要去参考前面的哪一些时间级别去得到这个轮动关系 或者是得到一些信号的部分 OK 好 那我们就可以是跳到这个 OK 我先把它跳到两天图 OK 说两天图来讲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可以对应到的就是 刚才我跟大家讲到嘛就是 红色的这个EMH区间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是在价钱 OK 它是有去到红色的EMH区间 然后在前面的这边也是有动道的 所以它对应的就是 在这个MSCD的零周来讲的话 那基本上在这边它也是形成了阶段性的一个阻力的情况 所以在这一波下跌来讲的话呢 基本上是我们可以去看说 OK 一波下跌 然后我们要去怎样把它抓到这个走势 所以刚才我就在前面的时候有跟大家讲到说 我们在6小时我们有看到顶背离 然后我们在可能一些对应的FEBO区间 或者是小时间里面呢 也是有出一些顶背离的情况 所以我们会再配合了当时候我们看到 两天图这边呢 配合这个EMH线作为主力 然后再配合MSCD的零周这边作为主力 所以当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开仓点位 是在21380那边去做我们的这个空单的 OK 好 那价钱来讲的话 基本上现在是已经可以看得到 它是已经跌下来了嘛 所以接下来的情况就是 我们可以再去关注更前面的时间 也就是刚刚我有跟大家讲到的那个 3小时的部分 OK 那么呢我可以先带大家就是 从刚刚的这个两天图之后 OK 我们再往前面看 OK 两天图之后我们就到天图嘛 所以天图来讲的话 MSCD也是它刚破零 就是往下行线段走 所以的话 暂时性是在MSCD完全看不到有一些 很明显的一些信号出现的 OK 那我们就在可能是挑到8小时去看一下 好 同样的8小时来讲话呢 基本上MSCD破零之后呢 它在这边 OK 它作为一个警察之后 开始往零周方向走嘛 但是 它还没有形成是第一个波股的情况 OK 第一个波股来讲的话 基本上是在这边回到零周之后呢 再开启一个反筹 我们才可以判断是 从这边破零之后到这边 它才算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嘛 OK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那基本上在8小时也是暂时性没有看到一些 比较重要的一些信号 好 那我们再看回刚刚的这个 比较重要的就是在3小时的部分呢 OK 3小时的部分来讲的话呢 同样的就是 刚才我们有形容了 就是在 EMS线的红色线的这个区间 它是作为阶段性的一个阻力 然后再配合3小时的MSCD的零周这边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去等的东西就是 在3小时这边如果接下来 价钱是没有突破之前的这个前高 OK 基本上我们会有两种plan 就是价钱是在目前的这个16550嘛 所以如果价钱它有往上突破 突破这边阶段性的一个 我们所谓的短线的支撑阻力来讲的话呢 那么可能在3小时的MSCD 这边就会破零了 OK 破零往上走 变成是上行线段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呢 我们就会接下来去refer to 可能是后面的时间级别 either 4小时 either 6小时 either 8小时的行情 OK 这个是 过后需要等它 就是动态推演之后 我们才能去 找到的一个signal来的 OK 但目前来讲的话 就是当下的这个情况 OK 我们就先关注在 3小时的部分就可以了 OK 好 那么呢 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说价钱在这边 如果往下跌的话 直接是跌破这边的两个前提点 然后直接去到刚刚我们 有画好的对应的一些支撑阻力的区间 OK 比如说trendline 比如说fibo 然后比如说还有这个就是 我们money的support area OK 也是在13700到800左右 所以来到这个区间的时候呢 我们再对比看回这个3小时 4小时 或者6或8小时的这个mscd 会不会给到我们一个信号 是有可能debay里的情况出现 如果有的话呢 你可以再配合回前面的小时间 就比如说15分钟半小时 这些行情 我们再去看说有没有 同样对应到的点位 然后同样是有一些 debay里的信号出现的话呢 那我们可能可以就是小仓卡位 或者是去把你要进的一些仓位 给他就是先打进去 然后我们再接下来看就是 这个行情会不会是playout往上走 这样子 所以我个人目前来讲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会focus在3小时先 然后呢 如果是对于一些短线的朋友来讲的话 基本上在小时间的话呢 我个人是暂时性没有看到一些比较 重要的一些信号啦 OK比如说我们先看一下15分钟 OK15分钟的话 它的这个mscd来讲的话 基本上是在零轴这边 OK零轴的方向它一直是 来上上下下上上下的一个浮动 然后价钱来讲的话也是在 EMS线的这个区间上上下下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走势的一个行情来讲的话呢 基本上我个人的交易系统 它就是没有给到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去让我 可能有机会进场或者是出场 或者是做一些复合式操作 OK暂时性是在短线来讲完全是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行情啦 OK那么我们在三四分钟来讲的话呢 基本上OK三四分钟的话 OK暂时性也是没有一个底背里的一个行情出现 而且它的价钱来讲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是在这个区间的话 它是有稍微有突破EMS线 然后又再跌回来的 OK所以半小时来讲的话 基本上对我个人的交易系统也是暂时性没有看到信号啦 OK那么有些人就会问我说 明确啊这样现在的这个行情哦 如果是我从这边这样我可以画趋势线嘛 就比如说我们从这边连到这边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上方的趋势线来讲 OK我们这样子连的话OK 这样有些人就会问我说 明确这边差不多要突破了耶 这样我能不能是在这边突破的时候去追一个 比如说短线的多单这样的情况 OK如果是你想要就是在这边去做一个突破的一个多单的话呢 你可以做的东西是先去小时间级别做确认说 它会不会有出现一些对多单有不利的一些行情或者是信号出现 那比如说我们要做多嘛 如果是说在15分钟再半小时这些 它有出这种顶背离的情况或者是一些可能上涨动能不足的情况 或者是我们在MSCD做观察的时候它有出现了那些 没有出现那些深色能量柱的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呢 OK这样有可能这个突破来讲的话可能就会形成是一个假突破的情况 OK所以这个是大家在做短线来讲的话呢是务必需要去注意的啦 OK好说我们讲回就是半三小时这边的话暂时性我可能就是会等下方的这个价位区间咯 OK那如果是说我们再讲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价钱往上走来讲的话呢 OK我先可能就是拉一个Fibo 好比如说下跌顺势交易的这个Fibo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从阶段性的高点开始连到阶段性的这个低点 OK So它回调到这个0.618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谓黄金比例嘛 OK如果是说它来到这边 然后再开启另外一波下跌来讲的话呢基本上 价钱从这边开始上 OK上到对应的我们有画好了这个4小时的阻力 再来的话它是配合了这个下跌波段顺势回调的Fibo 0.618 再来的东西是之前的这个上方的往上走的一个parall channel 我们所谓的这个上行通道 然后它价钱跌破嘛跌破再回调来讲的话呢 我们就变成是支撑阻力的互换一个区间了 所以的话价钱再来到这边的时候呢 OK我还是可以考虑说我要不要在这个地方去加场做 做我的这个空单 或者是我可能在这边可能去把 把我的这个原本空单的止损 把它放去可能对应的safety pin的价位 所以价钱上到去的话我就有两种做法嘛 either我做trotter either我safety pin去一些 可能就是阻力区间这样子 至少再打到的话我可能还是小赚离场 那么呢再来的话价钱往下跌来讲的话 我们就该m的就是13800到14400 这样的一个区间 如果有去到的话 这样我能不能是做一个对冲多单 或者是我把我原本的这个空单去让它做ptp 就是partial tax profit ok 所以这样的一个布局来讲的话呢 价钱往上走我有blending 价钱往下走我有blending 所以everything我们在做交易来讲的话呢 你要做的就是 布局 然后再配合我们的仓位管理 再配合我们的形态来讲的话呢 基本上就可以让你达到是 怎样去把一个中短线或中长线的交易 让你做的比较顺风顺水这样的概念 ok 好那今天的这个 今天的这个比特币的讲解就 大概到这边 so 接下来来讲的话呢 我会在每个星期的星期二 或者是星期四来讲的话 我会有做一些public的影片更新给大家 那么接下来来讲的话呢 我在VIP的付费视频里面 已经有准备了一系列的 这个MSCD的系列影片 或者是刚刚我讲到的这些 Fibo的这些用法 这些画法又要怎样去画 ok everything的这些影片已经是 有在筹备着了 so 大家如果是对于 这样的一些交易方式 是蛮感兴趣的话呢 你们可以就是 欢迎加入我们的这个 VIP的这个discord好不好 ok 那么最后我再补充一下就是 我们在Traveler这边的话 我们有主办了一个bybit的比赛 基本上来讲的话是 没有错的话是会一个月办一次 然后 大家就是可以在我们的discord里面 去给我们拿到这个比赛的link 然后我们就可以就是用 Anson的referrerlink去注册bybit户口 之后我们就可以就是参与到这个比赛了 那么这个比赛来讲的话 基本上它是21号 11月的21号开始到12月1号这样子 那基本上我们在社群里面来讲的话呢 我是会带着大家就是去在 比赛的这个区间的时候去 看我们能不能find到去前10名这样子 ok 所以我这边是有放了这个 比赛的链接在这个比特币的频道 所以大家如果是你们加入了VIP之后呢 你们可以就是点击这个link去注册这个bybit的比赛 好那我们就是在接下来的比赛期间的时候去 一起学习 然后我们看有没有机会是在开live跟大家讲解一下当下的盘面 然后我们看有没有做单机会也是 但是同样的会给到大家一些signal这样子 ok 好 so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了 然后希望大家是可以订阅 Anson的这个YouTube频道 然后打开小铃铛 然后再把我们的这些影片分享出去 给你有这些做交易的朋友 哪怕他是在最近才开始玩比特币的合约啦 或者是他之前有是玩现货 但是可能就是把这些影片分享出去 去让他们知道说原来合约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 这样的一个玩法去让我们迟到可以讲说利润最大化的一个方式 ok 好 so我们会在下一个pubbing影片再见 然后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个人的这个IG频道 然后就是还有就是Quinlan的IG 然后Anson的IG 还有就是我们的TheTraveler的这个官房的IG ok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啦 谢谢各位 我们下期再见